2020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 作为当时疫情较为严重地区的湖北 得到了全国共有346支医疗队伍 4.26万人支援 2月19日 作为浙江第五批原厄医疗队队长 全国人大代表 农工党浙江省委副主委 浙江省人民医院院长葛明华出征武汉 近日 在接受中心社专访时 葛明华表示 自己是院长 更是临床医生 抗疫冲在最前面的一定是医护人员 第一个那样 我是个临床医生 这次疫情应该说最主要的抗疫力量 一定是医务人员 第二个呢 我是一个长期中心医疗管理的医院管理者 在武汉带队 我相信主要工作就是医疗管理 第三个呢 我觉得我是个院长 带这么大的一个队伍出去的话 我院长带队 我想得稳定整个队伍 一定为一个很好的作用 我觉得武汉抗疫队伍的稳定是非常重要 也就是队伍的信心 包括这个 统筹的一个医疗工作的协调等等 包括患者的心理帐範的围巫等等 在武汉的45天里 葛明华率队先后整建制接管中南医院 金银潭医院重民区 形成标准化的交搬模式 个性化的护理方案 MDT多学科团队诊疗等管理制度 累积精管患者117人 病情好转后转院转科50人 治愈出院67人 无一人转化为危重症 无一人死亡 医护人员零感染 作为高年子医生 葛明华深知疫情面前 个人防护将是重中之重 虽说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 但进到病区后 医护人员长时间的工作 能否时刻做好防护 仍然是葛明华最担心和忧虑的问题 那么确实我到了一号间 每几天就有一个富士在病房里面 因为房屋差的直接残了嘛 所以一下子他就喷出来了 呕吐 一下子偶吐他根本觉得没没时间跑到这个我们规定的脱衣服这个地方去脱 我们也规定的 你带出这种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来处理 应该跑到这个脱衣服的地方去规范来脱 他说我如果跑到那个地方 我可能在路上运到了 那么他说我如果要在路上运到的话 那么你们是要给我线上要抢具的 他说如果给我再抢具的 那我是真的别大暴露了 不仅他暴露 可能我们抢具的医生也暴露了 所以他在现场就是把口罩拿下来 把嘴巴鼻子那个东西清理掉 口罩再带回去 这明显就是个暴露 因为最为的人也都是病人 所以像这样的富士一出现 那我是后面的14天 我根本其实没法很好的一个生活的了 每天都带行他今天也没发烧 14天过去了 基本上借助这个压力了 离开武汉已有粤语 葛明华还常常想起在一线的日子 葛明华回忆 不仅是身体上的不适 医护人员的心理状况是葛明华更为关心的 无孔不入的病毒 高强度的持续工作 患者顺便的病情等 给队员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 在武汉期间 安眠药据医疗队药品消耗首位 我后来到了七岁的时间 我叫他们交给我物质清单 我发现使用品吃最多的就是安眠药领的人 我才知道这个很多人都在吃安眠药 其实我们这个队伍很多人都是年轻人 根本就不需要吃安眠药品吃 大部分人都领了安眠药在吃 说明大家紧张 肯定是紧张 那我领无非就是要每次 睡领睡得也不是很好 带队与死神赛跑的45天 葛明华目睹了武汉人民的不容易 参加此次人代会 葛明华也将继续关注民众生命健康话题 这四两位呢 我想 一个人就是抗疫肯定还没有最终的结束 肯定依然是一个防空 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尤其是内防反弹 外防输入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非常野菌的 无论是政府也好 我们义务生也好 实际上还是要高度重视 我想我们每个国民都要把这件事情 当做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情来做 我们现在防控一定是第一位的